黄秋霞和林国荣曾是一对恋人 两人私定终身后 国荣带着秋霞回家见父母 但林母早就派人查过秋霞的身世 秋霞是个私生女 她的母亲为了养活自己和女儿 不得已出入风月场所打工 三年前因为子宫癌去世 林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国荣是他们林家唯一的继承人 绝不会同意一个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女人 嫁进他们家当儿媳妇 秋霞忍受不住林母对她的羞辱 哭着跑了出去 国荣追上去承诺会说服母亲 为爱所困的秋霞幸了这个男人 暂时抛开家族的阻碍 过起了只属于两个人的幸福生活 没多久秋霞就怀了国荣的孩子 在这之前林家都对他们私下交往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国荣以秋霞怀孕为由 去劝说母亲接受秋霞 林母猜警觉 不能再放任他们继续在一起了 她单独约见了秋霞 把准备好的现金放到她面前 半恳求半威胁地让秋霞打掉孩子 林母不希望自己儿子以后 因为娶了一个绅士不干净的女人 被人戳几两骨 最终秋霞妥协答应离开国荣 但她会生下孩子独自抚养长大 秋霞没有拿林母的钱 并在国荣找到她之前 离开了他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 秋霞孤身一人拿着行李 去投奔了远方的阿姨 听完秋霞的故事 阿姨愤愤不平 还想去找那个父亲和算账 但秋霞已经认命了 她爱国荣 所以选择了委屈求全 孩子是无辜的 哪怕遭受闲言碎语 她也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阿姨见她实在可怜 就医了她 海拓关系帮她介绍了一份 在工厂的会计工作 秋霞在附近租了一间 三千一个月的房子 开始了独立生活 她没有再去见国荣 也不知道国荣在她离开之后 伤心过很长一段时间 更不知道自己临盆的那晚 就是国荣迎娶另一个女人的日子 欢天喜地的场景 跟秋霞忍痛声誉的场面 形成鲜明对比 她一个人烧了热水 用火烫红了剪刀 剪掉旗带 最后产下一名男婴 取名志强 阿姨给她熬了汤 打心底佩服秋霞的坚强和独立 为了赚钱养家 秋霞家孩子托付给阿姨白天照看 产后不久 就重新回到工厂上班 夜里下了班 再到阿姨家抱回孩子 每个月都会给阿姨月前当时感谢 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 但孩子总算在秋霞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逐渐健康成长起来 秋霞一有空就陪着孩子玩玩具 好吃的先给孩子吃 直到这晚 小强毫无征兆地突然病倒 打破了这原本平静的小家庭 小强出了水痘 外加感冒发烧 醒来的医生给小强打针都没反应 医生叮嘱秋霞说 孩子的情况十分危险 能不能好起来 就看是否熬得过今晚 送走医生的阿姨回来看见秋霞抱着孩子哭 也心急地跪在床边向神明祈愿 保佑孩子早日康复 秋霞见状突然想起了附近有所王爷庙 他立刻跑了出去 先是在门口跪拜 然后三步一叩头 就这样一路扣到了王爷宫的神像前 额头磕破了在流血 手脚也受伤了 他虔诚地祈求王爷公 让他的儿子好起来 就算是折他的寿命 也心甘情愿 没想到 王爷公真的显灵 第二天一早 筋疲力尽的秋霞回到家 便看见生龙活活的小强在吃饭 秋霞欣喜地抱着孩子又哭又笑 阿姨在旁也说 一定是秋霞的真心感动了上仓 才让小强一夜之间痊愈 后来 小强上了幼儿园 老是让小朋友们画自己的爸爸 别的小朋友都画得高高兴兴 只有小强拖着下巴闷闷不乐 老是问他怎么不画 他只能说实话 自己从没见过爸爸 在外面见义勇为的时候 被调皮的孩子骂他是没爸爸的野孩子 被激怒的小强扑上去 就跟同学打了起来 并且还打赢了 不过打人一时爽 回家就得被妈妈惩罚教育 秋霞拿着枝条打他的手心 边打边问他 还敢不敢打架 小强委屈地说不敢了 还说是别人先骂他野孩子 自己才动的手 听到这话的秋霞 神色暗淡 放下了枝条 小强逗大的眼泪啪啪地掉 哭着问妈妈 为什么爸爸不要他们 他冲着妈妈喊要爸爸 但秋霞没法给他回答 只好也跟着哭 小强常年养在妈妈身边 见不得妈妈伤心 于是马上改口自己不要爸爸了 安慰其妈妈不要哭 母亲节的前一天 幼儿园的老师教个小朋友一首歌 叫《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强学得很认真 回到家就拉着妈妈坐下 然后郑重其事地给妈妈唱这首歌 秋霞很开心 还跟着小强一起合唱 因为有小强这么一个乖巧懂事的儿子 秋霞经受再多苦难 都不会轻易将他打倒 放假的时候 秋霞就带着小强去公园拍照 夜里陪小强玩机器人 有空还会带小强去王爷庙 小强问妈妈 王爷公是不是真的能听见他们心里的话 秋霞说 神明当然听得见 小强又问 如果他想什么 王爷公是不是都能答应 秋霞耐心回答 只要是好的或是对的 都会答应 从此 王爷庙在小强心里 就留下了可以实现愿望的印象 这天 国荣的妻子舒娟在家中晕倒 被送往医院后流产了 因为是惯性流产 之前已经没了几个孩子 医生说舒娟有严重的贫血 如果想要保住她的性命 建议最好不要生育 一听到林家要无后 这一下可是愁坏了林母 但很快 她又有了新的希望 林母身边的王经理 意外得知秋霞生下了儿子 回到林家就告诉了林夫和林母 之前要秋霞打掉孩子的林母 现在却在为秋霞 给他们林家生了儿子的高兴 自以为跟林家毫无关系的秋霞 还在跟儿子过着幸福开心的日子 他给小强买了一只熊猫公仔 小强有了新玩具 很是高兴 还说自己也有礼物送给妈妈 他的礼物就是自己的双手 他知道妈妈平时工作很累 所以要给妈妈按摩 秋霞对小强的懂事感到十分欣慰 母子俩很快闹成一团 就在这时 门外来了人 秋霞满脸笑容地去开门 一见来人竟是林母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秋霞怎么也不会想到 林母还会来找他 林母见到小强掌下官桥讨喜 想要抢回孙子的心更加坚定 他态度强硬 逼迫秋霞把孩子给他 如果秋霞答应就给他一定的补偿 不答应就将秋霞告上法庭 反正他们林家有的是钱 林母临走之前撂下一句话 会不惜代价将小强要回去 林母见自己出面劝不动秋霞 就想让儿子国荣出面协调 国荣极度反对林母这种无情的做法 但他无法忤逆母亲 只好去见了秋霞 再次见到当初深爱的人 内心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动 对于国荣的出现 秋霞表现得十分冷静 他斥责林家对他的所作所为 埋怨自己和儿子过苦日子的时候 林家没有一个人想过他们 现在还厚着脸皮来跟他要儿子 谁又能体会得到这个单亲妈妈的苦楚 尽管国荣还没有表态 但秋霞断定国荣是来劝他放弃儿子的 他伤心地哭了 坐在不远处的小强看到妈妈流泪 立刻跑过来保护妈妈 他推开国荣想要把坏人赶跑 秋霞收起眼泪拦住小强 国荣开口说他不是来要孩子的 他是来提醒秋霞 趁林母不防备的时候赶紧搬家 林母已经咨询过律师 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要回孩子 国荣走后没几天 林父也找到了秋霞 他是专程来看秋霞和孩子的 他知道秋霞一个人带孩子辛苦 想要买下秋霞租的房子 然后送给他和孙子 秋霞婉拒了 但林父温和的态度 依然让秋霞很感激 后来秋霞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票 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林父 想要林父出面让林母撤诉 相对于林母的铁石心肠 林父却能站在秋霞的立场 同情秋霞母子 他训斥了林母一顿 林家的香火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强行拆散一对母子 这是不人道的做法 林母最后同意了撤诉 回到家的秋霞 独自坐在灯下 他想起林父之前说的话 台北的教育要比台南的好 秋霞自己就是个孤儿 出生贫寒 他不希望小强也要走他的老路 小强跟着他 终究是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内心很矛盾 既舍不得孩子吃苦 又舍不得离开孩子 不过他还是将孩子的未来 放在了第一位 最后他做出了决定 将所有一切都告诉了小强 并叮嘱小强 到了新家要听话 还通知了林母 过来接走孩子 小强抱着妈妈 送的小熊走了 说抱着熊 就好像是妈妈抱着他一样 到了新家 小强懂事地 喊了爷爷奶奶 却哭着对爸爸说 我讨厌你 爷爷奶奶都很疼爱小强 新妈妈书娟 是个心地善良的 大家闺秀 他看到小强夜里抱着小熊 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 边哭边唱 好不让人心疼 他知道是因为 自己没办法生孩子 才会让他们母子分离 所以主动向国荣提出 离开林家 这样国荣就可以 把秋霞接过来住 国荣没有同意 反而安慰他说 自己错过了第一次 不想错过第二次 书娟没有做错什么 错的是他自己 但事已至此 他认为总有一天 小强会接受林家的一切 这只是时间问题 小强虽然过上了 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却整日郁郁寡欢 沉默寡言 站在窗边的小强 就像是一只 被关在笼里的小鸟 他想飞到妈妈身边 年幼的小强 刻着不住 对妈妈的思念之情 他正林家的人不注意 偷偷跑了出去 回家的路 他时刻牢记 一路狂奔 在快要到家的时候 大声喊妈妈 林家发现小强不见之后 书居然就打电话 给在工厂上班的秋霞 告知他小强可能是跑出去见他了 挂了电话的秋霞 跑回家等小强 没多久 就听见小强的声音 小强果然是来找他了 许久未见的母子紧紧相拥 思念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秋霞很快清醒过来 责怪小强不顾危险偷跑出来 万一出了事该怎么办 小强哪管得了这么多 他想妈妈想疯了 说什么也要跟妈妈待在一起 秋霞见小强劝不住 便吓唬他说如果小强不乖 自己就躲得远远的 再也不见他 小强真的信了 既伤心又害怕 求着妈妈不要躲起来 说自己会乖 会听爷爷奶奶的话 只要妈妈不躲起来 小强做什么都愿意 秋霞将小强带进屋里 教育他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问他为什么要偷跑出来 小强哭得委屈 说自己每晚都梦见妈妈 饭吃不下 书读不尽 他只想回到妈妈身边 小强越说越难过 抱着妈妈恳求他 让自己回来 秋霞当然也舍不得小强 但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能心软 他狠心推开小强 扬言说自己已经不要他了 他没法直面小强说这句话 只好背过身 不让小强看到自己的眼泪 小强爬起来抓住秋霞的裙摆 要求妈妈别不要他 他宁愿挨打也不愿意离开妈妈 秋霞擦掉眼泪 装作严肃的样子 说再不听话妈妈就要躲起来 小强不敢说话了 他强忍着泪水滴下了头 怕自己再多说一句 妈妈就会消失不见 第二天一早 秋霞就带着小强回邻家 路上看着小强边走边哭的秋霞 也跟着哭了 他答应小强每个礼拜都会给他写信 小强却说自己不想哭 可是眼泪自己流下来了 身为一个母亲 听到这种话 怎么可能不伤心 小强的泪水止不住 还要捧着妈妈的脸擦眼泪 安慰他说 妈妈不要哭 我也不哭了 母子回到邻家 小强按照秋霞说的 给爷爷奶奶道歉 然后跟妈妈道别 小强原本以为 自己可以坚强地送妈妈离开 但当妈妈转身的时候 他还是哭了出来 他忍不住大喊 妈妈不要走 秋霞听见了孩子的叫喊 但他不能回头 小强跪下来 求爷爷奶奶让妈妈留下 见他们不说话 又去求爸爸 可谁都不肯开口 小强别无他法 只能冲出门去追妈妈 在下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 被追出来的国荣抱紧在怀里 秋霞还在门口舍不得离开 他看着小强在爸爸怀里挣扎哭闹 可自己却无能为力 他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同时也是为小强负责 秋霞终究是离开了 这天晚上刮起了飓风 秋霞在家里 着着毛衣 边想着儿子 忽然外面有人敲门 是灵父和灵母 还有国荣 他们告诉秋霞 小强又不见了 可秋霞并没有看到 小强回来找过他 国荣看到了门口放着的小熊 那是小强最喜欢的公仔 他一定是回来过 但他担心妈妈 会因为看到他偷跑出来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永远躲起来 所以偷偷回来 也没敢敲门 外面狂风呼啸 下着暴雨 小强能去哪里呢 灵父带着国荣 冒雨出去寻找 可找了一夜 也没找到小强半点踪迹 秋霞没有办法 于是跪下来求神明 忽然想起以前 他在小强 去王爷庙说过的话 小强之前问过 如果我想什么 王爷公是不是都能答应 秋霞立刻起身向外冲去 朝着王爷庙的方向奔跑 果然 在庙外的一个角落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强 原来昨夜小强 想跑到王爷庙避雨 但没人给他开门 只好在外面 蜷缩着过了一夜 秋霞将小强 紧紧抱在怀里 不肯放手 国荣看孩子病得不轻 想要抱去医院 秋霞大喊 不要抱走自己的孩子 林母和林父 拦着他 不让他做傻事 秋霞挨自心切 甩开了桎梏 他正要去追回孩子 没料 踩中了台阶上一根竹竿 不慎翻身 滚下了长长的阶梯 最后 摔得头破血流 被浮起来的时候 已成了疯癫的模样 之后很多年 小强都没再见过妈妈 因为这一摔 把秋霞摔傻了 在一次夜里 他偷跑出去后 没有人再见过他 国荣曾多次寻找秋霞 最终都是无果 学有所成的小强 从国外回来 经营着一家疗养院 谁也没想到 他日思夜想的母亲 竟然就在这所医院里 他看到宁脉的妈妈 抱着一只小熊公仔 眼神无焦距地望着前方 妈妈怀里的公仔 被他像孩子一样呵护着 小强走过去 跪在地上叫了一声妈 可此时的秋霞 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只好在母亲身旁 唱起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试图唤醒母亲的记忆 秋霞听见歌声 忽然就转过身来看着他 然后跟着儿子 一起唱了起来 秋霞终于记起了儿子 他叫着儿子的名字 母子相拥而弃 《妈妈再爱我一次》 是台湾独立制片富翔公司 在1989年出品的 台湾伦理悲剧片 影片改编自台湾民间故事 《疯女十八年》 电影在台湾供应时 并没有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 放映几天就下篇了 在海外市场 连供应的机会都没有 1990年 影片在内地造成了轰动 观众人数超过两亿 票房上亿元 当时的电影票价 有一元到三元的 也有几毛钱的 谁也没有料到 这部影片会大火 或许是因为母爱 是一个放置四海 而皆准的题材 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 还不像现在这样喧嚣 或许是因为 它给了善良的人们 一个宣泄感情的端口 这部电影 即使在今日看来 依旧催人泪目 电影在情感的酝酿上 虽然不乏戏剧化的张力 却并没有多少刻意的煽情之笔 但导演陈珠黄 对清情犹为细腻的营造 反而是电影中的母子羁绊 显得如此的 真挚 淳朴